Hello 又來到這個香港正在走入敗運的系列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之前我講過韓州 以及我講過我如何看香港和大陸之間的關係 也收到很多你的留言 其實我也是會想一直繼續去拍這個題目的原因 就算有些人不想聽或者不喜歡聽 原因是因為無論你們的結論是怎樣 或者你們有什麼看法 我也想讓大家看清一個事實就是 香港現在真的和國內相比 真的距離越來越遠 我昨天和一個在外省去深圳工作的女人說起 她說其實她沒有想過中國會發展得這麼快 她說其實其他國家你去英國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台灣 那個進步其實不可能可以在短短十幾年之間是快成這樣 所以她也明白為什麼這些人不會這麼難接受 還是覺得中國還是用幾元去過日子的思想 她說她是明白的 因為她自己連她自己都說她和我差不多大 但是她說她小學的時候家裡是沒有電視機的 家裡是沒有電視機的 還在窮得是 家裡除了大之外 但是很荒涼 什麼都沒有 然後她還給我家鄉的照片 那些小兔子 你家裡是有個地方 不知道什麼地方 有個很大 好像一間房間 但是沒有裝修清水樓 讓我一群兔子 然後她捉來吃 因為那些兔子很喜歡交配 交配完之後不斷生 所以你永遠吃 那些兔子也會有 那她就告訴我 她在鄉下是這樣 但她就很享受鄉下的生活 還有她在這裏城市做事 她做到這裏 她又很想回到小區那裏 去開店 開自己的店 然後她又給我看 很多她附近的屋子 很新的 開始慢慢地 一直在改建 很多地方 然後我還問她 因為我對中國很多事情 都不太認識 我就問她 我跟她說 你們很多捕法戶 都是去賣了一塊地 賣了一層樓 給政府 然後就發了 然後她跟我說 其實現在已經很少的人 會想賣了一層樓給別人 現在大部分的人 都是想拿著地 除非政府強行徵修 一定要硬發展 他們才會去考慮 要賣也沒辦法 但她說 一般現在的鄉下人 所謂的鄉下人 他們是不會 那些農村戶 是不會想 去將自己的地 去賣出去 他們會想 真的 真的會 可以好好地拿著田 種菜 去過活 留給下一代 他們就 已經沒有了以前的中國 很想政府發展在我那裡 然後蒸了我的地 比較少有這些想法 然後她還告訴我 她在香港生活很簡單 睡覺 生活過得很好 種菜又好吃 山好 水好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總之她覺得 整件事是完美 她來到深圳之後 她更加覺得是這樣 其實她也很慘 她本身有個女兒 要被媽媽照顧 然後 真的 那種 她要把女兒丟下 給家人 然後她隻身 一個人來深圳打工 然後一年可能回去兩次 甚至可能 只有一次 就是農曆新年的時候 所以她自己也很想在深圳 體驗到這段時間 或者是找到她要賺的錢 然後就回去自己 去開店 做她想做的事情 她也說 其實來到深圳之後 她也覺得這些人都很慘 城市戶的人 他們是沒有回頭 你不能說好像香港人那樣 你不能說我搞不定 我回家耕田 回家棄屋 或者跟爸爸媽媽住 種菜 過日子就算了 城市人就沒有這個退路 我跟她聊天 我都大開眼界 因為 她很願意說她很多鄉下的東西 給我聽 給我很多相片 給我看 她媽媽怎樣去摘東西 其實你不要以為她們很鄉下的樣子 她們相反 是很 我自己看 她們是穿著 她們那種打扮 鄉下人現在很喜歡穿著蝦 牛仔褲 牛仔褲 很潮的 穿著乾濕外套 然後染了頭 頂了頭 然後就在那裡摘野果 摘這個摘果樣 然後她跟我說 很多 家家戶都是這樣的時候 她想起那種生活 她就覺得很舒適 這是其中一件我今天想分享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就是 講一些服務的飲食 話說我前幾天就去了一間 不算很有名的餐廳 普通宗教的餐廳 買了一份外賣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些小菜 也有些村菜 也有些湯汁的東西 其實是 我之前已經打包過幾次回香港 之前那幾次都沒有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這次 她的盒子都穿了 不知道怎麼漏 是不是熱溶了 我又不知道 總之就穿了湯汁出來 穿了那個 紫皮 再穿那個膠袋 連膠袋也穿了 膠袋是那些 月餅膠袋 就是很硬身 挺身的膠袋 她本身的包裝是完美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會蓋不緊 還是怎樣 總之就 漏出來 我又沒有反過那個碗 總之連同其他小菜都濕了 所以整頓的東西 我近乎吃不到 然後我就拍了照 然後就告訴那些客服廳 就是那間餐廳 你知道在大陸 你很容易找到一些 客服服務 就是你想去大眾點評 各樣的地方 他們是即時 近乎 還不是辦公時間 是那些八九點的時間 立刻有人找我 晚上就說 很抱歉 她是今天接待我那個人 我去打包的時候 她是應對我那個人 她說是我沒有留意 是我疏忽 然後她馬上退回錢給我 退回整張單的錢給我 在支付寶 然後再跟我說 你下次過來吃飯 整張單是免費的 然後再跟我說 你什麼時間過來 你告訴我 你是不用排隊的 我要跟你很大的道歉 她說我知道我弄髒了你很多地方 因為我跟她解釋 真的很狼狽 我是抽了那些東西 我已經是回來香港的時候 坐的士 然後 整個的士都很骯髒 我也很過意不去 然後還滴滴滴滴滴 一直滴到大堂那裡 滴上來 我當時又不會處理 附近有沒有垃圾桶 有沒有什麼 所以我是 真的是 極度極度 狼狽 所以我當時都很頂 然後又吃不到 你這麼辛苦 抽了一些東西回來 但那些東西都濕透了 那些紙皮都爛了 那些紙皮和你的東西 都混合在一起 你怎麼吃呢 對吧 然後她就馬上去 賠償一張單 再加上送多一餐給我 其實因為我光顧很多次 那些東西都挺有水準的 那我自己是很驚訝 因為我住在香港這麼多年 我都沒試過會有這些 所謂賠償 或者總之這樣的道歉 我想你跟一間餐廳說 你吃到肚痛也好 你吃到吐也吐也 她一定不會這樣 賠償一張單給你 不可能 更加不要說 是什麼不收你錢 還叫你過來吃多次 我真的沒見過 我極其量試過 跟一個白人去吃飯 她說那碟菜不好吃 那個人是不收她那碟菜的錢 這個已經是我見過最大的一種賠償 都不是說整張單不收 也試過十幾年前 我在太古城那間二份屋吃飯 我以前很喜歡吃肉醬褲條麵 現在是一般的 一隻很大的黑色的烏鷹 牛那麼大隻 就在那些肉醬褲條麵裡面 沒有的 你告訴她 那個經理 那個經理就一下收了你的碟 因為那時候還沒流行 那些上網拍照 沒有的 那些東西 然後收了你的碟 整盤東西 然後就給你一碟新的肉醬褲條麵 這個已經是很 叫做很公道 我想對於很多香港的飲食業的做法來講 所以大陸這種做法是 就是讓你覺得 就算你受了一些委屈 或者你受了一些苦 因為光顧她之後 她對賠償和她的誠意是全贏的 那你知道我去年年頭 我不是在太邊爐吃到有吐有餓 你想一下 其實當時我也寫過一條訊息 其實那間餐很簡單 你假也好什麼 你寫個電郵給我道歉 你承認食物有些問題 甚至我都不用你賠回一張單給我 什麼都不用 你只是這樣道歉 我已經是會沒有問題 即是我全力 甚至你叫我拔一條片下來 我都可以 但是我就是覺得 香港那些人 是那些人的質素 不是只是飲食業 飲食業是由人做的 那些人的質素 是不足以令他們會做得到這些事情 那大陸人是很 你說他大方也好 什麼假 什麼 就是會做 我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 總之他那個做法是好過香港很多 也都是我香港 活了這麼多年 跟大陸這樣給 即是這一方面的服務 你出去享用一些 當你要付錢的時候的東西 是不能給的 那間餐廳還要不是什麼大餐廳 老實說 即是普通 即都是一些 我想他是自己經營的那些餐館 但是他們是 真的會去承擔責任 而且是去 他們不介意虧給你 你想想他做完一頓東西給我 他還要付錢給我 那他這件事已經虧了 先不要說他的包裝那些錯失 然後他還會邀請我去吃 那餐他還說你喜歡吃什麼都可以 你喜歡帶什麼朋友過來吃都可以 總之你吃得飽 那餐你就是不用錢的 即是霸王餐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這種做生意的那種胸襟 還有那個氣量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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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員工 他不是老闆 那個員工是他 直接在微信那裡 我們談 談這件事 他說我就是今天接待你的人 你想想香港 香港你的員工做錯事 你試試逢經理和老闆 叫員工出來對質 或者去家裡兜面 你叫他跟他道歉 根本不可能 香港人是不會有這種 胸襟 不會有這種氣量 去跟他道歉 做錯事 死口都不認 或者經理老闆 根本就不會讓員工出來 跟你對質 這樣當面說 只會是單方面 棄了你 等你不要再煩 我還記得 我幾個月 是不是兩個月之前 在馬山的時候 我不是說 他們那些人圍著我 在浪豪那裡 在我面前 把罐頭掃在地上 然後撿起來 那時候 我是很正面地問他們 我說 為什麼要跟著我 第一 你們這些人 第二 為什麼你們要把這些東西 掃在地上 撿起來 你想想 當我單方面這樣問的時候 員工也是會 沒有啊 什麼 沒有啊 就是MK制的口吻 這件事 我覺得很恐怖 你已經是成年人了 你正在上班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對客人 那一刻單方面問你 又不是去背後投訴你 等等 你可以用這樣的嘴唸 這樣的說話方式 就是去代人折襪 也不要說你做事 也不要說你做服務業 那這件事是 其實為什麼我經常說 香港走入大運呢 是因為我以前 看到那些人的那種清靈 看到的那種 那種 很漂亮的那種特質 現在已經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有時候 譬如我開直播 你也看到那些人 或者不用開直播 你們看我下面的留言 你會看到那些人 是 怎樣去說話的那種 那種說話方式 那種不抵得 那種的 怨恨心是挺強的 就是 你想想當一個人 你是會排斥好的東西 你是會覺得 好的東西是 要去詆毀的時候 那我想問一下 在你身上 會發生什麼好事呢 會發生什麼好事 你會覺得 會擁有到 你這一身人 所以 這也是 這幾條片 香港正在走入 敗運的這幾條片裡 我是很想很想表達的東西 就是我從服務業 服務業就是等於人 你最容易看到人的一個地方 飲食 這些那麼 down to earth的東西 那麼 紋身的東西 你會看到一個地方 究竟什麼地方 正在進步著 現在還沒得很快 你們不要以為大陸 什麼言論自由 什麼 我告訴你 如果大陸連言論自由 那些所謂民主 都開始開放改革的時候 香港就玩了 完了 不要還坐在那裡 在那裡 坐井觀天 井底蛙 還在那裡說 香港好 香港就算怎樣不好 我們都是 怎樣好過大陸 你看到一部分 你看到大陸好的 看不到什麼 你們究竟有沒有試過 真的想去工作過 住過 有沒有真的感受到 從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見微之著 看著那個 你自己自身 其實已經是 住在這個所謂的地方 這個香港 是慢慢慢慢消退了 那個價值 是的 已經是你去到美水 之中的美水 我們現在是 我說這些真相出來 我知道是很難聽 都是沒有人會想聽 只要你們真的 香港人的話 沒有人會想聽 我都沒想過 一天會說這些 但是 我想大家真的要 面對這個現實 還有 知道這些現實之後 你的看法 或者你的態度 我想都要由自己自身 開始改變 不要再說 離幾度的程度 譬如 我說了最後一件 就是 我現在坐在山上 山上的山路 一個下一個上 兩邊對頭車 那些人為了省錢 不租車位 晚上可能 10點鐘打後 11點 一條線 是霸佔了一條下山的那條線 那你變成下山的人 是不是要踩著上山的人 這樣下去 那你山路 是九曲十三彎的 上去的人 又有盲點 下去的人又有盲點 是不是很容易撞車 在這麼容易撞車之下 有些人已經投訴 駕車的人 不是這樣拍的人 就叫人上來抄牌 但他們根本完全不怕抄牌 他們覺得你抄牌 你抄得多少張 抄得多少張都便宜過我這裡租的車位 或者是 可能不是經常駕車 那些車可能平時不會拍在這個位 總之他們就是這樣 差不多近八架車 泊在山邊 然後我就 有時候 會跟朋友說起 有些朋友送我上來的時候 就會說 你的車為什麼泊在一邊 很危險 那我就說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香港究竟什麼時候變成 如果你是那條車龍的 其中一架車 你令到人下山的時候 跟上山的車的相撞 真的是很陰質的 你做一個動作 是令到別人會有機會受傷 令到別人會死 但是香港人就是不會去理的 就是 香港就是我開心便可以 我開心 我方便 我好處就可以了 我理得你死 不會理什麼 不要說什麼因果報應 你連最基本的那種良知 其實都是沒有的 那這件事 不要再跟我說 什麼大陸 沒有人性 沒有血性 當你真的體驗過 你在大陸有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是怎樣包你底 甚至是 我見到一些人 去醫院 診所 我自己也試過 遇到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是衝出來 去幫你去補償 或者是令到你去舒服 令到你會覺得 舒心一點點的 這種行為 香港是永遠不會有的 香港是 弄死了你 它也不會有什麼罪咎 更加不忘了跟你道歉 或者是怎樣補償你 今天這條片就講到這裡 我也不想 說已經差不多20分鐘 就是這樣 拜拜